可是我们多少年 我们经验主义 明白不了这一点 所以中国的普代的商业 都是进行发展 我写了一本中国文化史 就是里边第九章 谈到这个问题 我给这个中国的商人 起了个外号 叫狼带大的孩子 中国的商人 后来的商人 不论是严育商人 婚姻商人 就是所谓十大商帮 过去都说他们这么好 那么好 实际上你仔细看 他们要累积财富 一定要囤积 囤积什么 囤积粮食 发第一桶金 然后再买茶 买茶叶 到周游市街 那一桶金是哪来的 跟政府伙同起来 盘剥小 这个到了明清以后 中国古代经济 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咱们北京地区产麦子 我不收麦子 我收二两银子 所以今年麦子越丰收 麦子价格越低 可是政府催交这个债务的时候 又有实现性 所以大家必须在这个时间 把这个东西换成二两银子 交给政府 恰恰这个时候 商人们像王一样 吞食这个粮食 等到明年青黄不接 再高价卖给农民 他两下伤害农民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商业 找不到正确发展的出路 所以他只能跟政府伙同起来 这个 这就是什么 这个 一个 一个不雅观的这个打笔啊 就是 擅珠的 还割耳高 两把剪子 我们再雅观一点 两个剪子 政府是这边这个剪子 商人是这边这个剪子 一起捡小 他们累积了财富 但是我们的中国的商业 没有给中国的进度 带来任何有 有更多的经济价值的 商人给中国带来一些价值 比如说 他们印书啊 养知识分子啊 弄了些旁固价干的东西 真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造 他们起不到这个作用 因为他们都是 国阙制度下的商人 他们想蔓延 必须向政府身体特权 而且他们出发财都是囤积 而囤积就是跟政府 这个税收政策一样 他是连起来干 所以这批的商人 长了个商人的样子 实际上他干的事情 就像那个森林的狼孩子 他从小没了父母 让老狼带大的 说走路 吃饭 全是狼的价值 所以这种东西 过去我们研究 研究进行上 有这么一阵的热乎 当然中国的学术界 有一个好处 就是热三天 热乎去就过了 不深究 实际上这批人 没有起到什么 他们没有起到西方的这种作用 因为不见 所以这里边 这里边我们说 整个的这个社会 从一路走过来 最终 打打打 就是军事发达 最后打出一个王朝 打出一个王朝 马上治天下 还马上得天下 马上还想马上治天下 秦始皇表现 无限的傲慢的政治情绪 大家读秦始皇本记 有一戏记 他跑到南床去游历 在香水的时候受了惊吓 刮了一阵妖风 一开始他很害怕 结果后来大臣跟他说 说这是谁啊 这个神啊 山上谁 神是谁啊 是顺的妃子 秦始皇听到这个以后 忽然大怒发了行徒 把这个山 树全部砍掉 把它涂成褶龙色 打成罪山 为什么 人家仔细研究 要前因后果 因为他一上了台以后 他的大臣们说 你的功劳超过了三皇子 所以他走路 他不是不怕鬼神 他就是不怕顺的媳妇 因为顺的功劳没太大 有点像 这个秦始皇自己封了学部委员 封了院士以后 瞧不起一般教授一下 你不就是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一开始 所以他很害怕 结果他看到说 这是顺女的媳妇在闹事 所以他把这个 这个图称褶红色 褶红色是什么色 是监狱犯人的颜色 他就那么 那么对待一个潜在的一个王 另外给老百姓 起外号 黎民呢 大家黎民 民这个词本来就不好 但是叫久了 我们又忘了他那个不好 他还给老百姓 连民都不讲 他叫前世 什么叫前世 黑脑的 晒得离黑 起外号 包呵 所以这个傲慢 所以到了汉代 诸报秦以后 然后假一过秦 调整方向 到了汉代建国六十年的时候 一个了不起的皇帝出现了 怎么出现了 从民间直接选拔人才 而不是去找萧河的孙子 也不是找陈平的孙子 然后 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 把当时的思想踪设起来 给了汉代一个新的方式 奠定了后来两千年的基本规模 可是很多东西 打打打打 打出了一个光布尔王朝 功利主义的 怎么办 经了秦朝的灭亡以后 汉代才懂得重新调整政策 重新向过去的传统 寻找精神资源 我们才形成一个 逐渐形成一个汉代的如假 这段历史 历史做了几次深呼吸 几次散开几次 也很重大 我们这个 这个讲来讲去 就是这么点内容 其中还有 就是这个变化时代 还有些人物 比如像管仲与少乎 管仲说 管仲他们俩一块 扶索谁 扶索公子丘 管仲说 少乎说 公子丘 我生是公子丘的人 死是公子丘的鬼 管仲说 我不这么看 我死对国家有贡献 我就死 没贡献我就不死 然而的人生会发生 断裂 春秋时期 寻习跟李克 也是这样子 可是你再往后看 注意 英国有个思想家 叫伯克说 他说伯克说 历史是表现 人性的最佳场景 春秋时期的那个人格 还分裂着 有少乎 有什么 有管仲 到了春秋时期 我们看后来那些纵横家的 像张仪 像思琴 那就很不济 非常不济 后来像那个李四 大家看李四段 一开始羡慕老鼠 后来又羡慕狗 司马先给他写前传 写后传 最后司马先给他定义是 从羡慕老鼠开始 到羡慕狗 结束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生 更不济 所以说人格到了汉代以后 一直到汉代 就是韩信这个人 韩信这个人 实际上他的死 死戏看 其中有一个 颇为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他功利心 战国功利心 太强了 是那个不好的时代 给他留下来 所以这个 我们今天就不去多讲了 总之吧 我们这个 整个的我们说 从远古时代走过来以后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非常丰富 战国虽然我不喜欢 但是他很有魅力 他内容很丰富 各位同学 那个 李山教授给我带来一个 非常精彩 也非常过瘾的一个演讲 我们领埋到这个 历史的魅力 下面有个同学 跟李山教授 我请教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李山教授非常乐意 教会大家 哈哈哈哈 这个部分吧 我们听了 听我讲半天 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或者批评 骂上去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不要打死人了 哈哈哈哈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感想 都可以 还不是足内婚 这么说好像也是 就是说这个婚姻习惯 是个文化确定 未必是科学切力 或者说一种 你比如说这个婚姻 我们现在啊 我们中国人都感觉到 同性 如果是亲戚之间结婚 就很长牙齿 但是呢 在伤害人 他就不觉得难为情 另外 你像这个 我们那个东霖 日本 日本呢 他们日本人自己说 有一次我们去那个 孔子学院 日本孔子学院访问 他有一个规划了的日本人 台湾人在那记住久了 规划了 他就说 你请坐 他说这个在日本的王室 叔叔可以娶侄女 亲的 大家再看看那个 夫妻女娲 大家再看看那个 在那个 河马史诗里边 第二部史诗 就是奥德赛 里边那个老王 六个女儿 六个儿子 结果他肥水不溜外人田 他让他们结合 夫妻女娲就是亲兄弟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不太懂 说是内婚还是内婚 这个我没有去 我不太懂 人类学这个概念 我脚不清楚 但是我想就是 人类在婚姻状态上 实际上有一段时间 是比较混乱的 另外就是我们中国人 这种百事不通 这个习惯 实际上 吕思敏先生 先亲史就讲 说百事不通 有点刻薄 有点太苛刻 人类实际上我们结婚 超过五夫以外 六七辈儿结婚 不会产生生恶果 但是他那个百事不通 他目的是什么 就想把这个女孩 嫁出去 所以他规定 激进咱里不通婚 这个君说 说说说说 那谁啊 陈思拜约 说谁是知理 谁月不知理 孔子约 秋月 秋月姓 狗有过 人必知智 是吧 这个 这实际上 我这个问题 你问倒了我了 我在这方面 我特别糊涂 我看马克思 那个恩格斯 那个家庭私有制体员 那个普达鲁亚家族 我就怎么也交不清楚 我如果想了解这个问题 咱们中国这个问题啊 我倒觉得你们去看严文明先生 最近他出版他那条论集里边 他研究什么呢 研究江寨遗址 他讲士族 大屋子 小屋子 他讲的比较清楚 可以去研究那个 我刚才讲的是 殷商人相对而言 相对封闭 这个封闭性是因为什么 他强大 周代你看了吗 周代革命 走的是迂回路线 先要联合西南小族 然后联合了很多大族 他才能够一块去灭伤 这叫开放性 我说的这个开放性 就是讲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中国人最早懂得 建设统一战线的 不是我们共产党 周人就这么干 他自己人少总干 所以激励杀文丁 文丁想直接干 杀了 所以这是 我在讲这个话题 谢谢你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二个关系啊 这三个项度 是上下一个项度 通过艳影师 族群上 就是人群之间 就是群与群之间 就是不同性族 族性之间的这种和谐 他就通过婚姻联合 另外 家国 家国和谐 他就这么几层关系 就是强大 他特别就是 在这几个弦上走 几条线路上 就是我们思考这个诗经书 你可以用这种做格式塔呀 去去看这个 他的基本脉络 基本纹路 你看诗经里边 大量的男女结合 这个男女结合呀 他不是像我们今天 关注的 两个人的幸福 两个人的趣味 我的婚姻 我做主 不是 他关心的是这种婚姻 跟天下这种东西 所以 《湾居》这首诗啊 周嘉在典底的时候 总是把拉他当相悦 演奏给大家 你看我们这儿 男女有别 男女婚姻 这种事情 那个 还有就是 你看 教育婚姻 教育子女 周嘉 因为他婚姻那么重要 所以周嘉特别注意 教育子女 事情的第二首诗 葛坛 大家看了吗 用这个葛 长到外边去了 暗示着我们中国一句老话 女儿大了 不中留 惆怅 接着有葛 因为葛可以抽麻 由抽麻做衣服 注意这里边又包括了 一种女人的基本功 做衣服 按周代的礼法 周代的礼法是男人去祭祖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个衣服 应该是自己的嫡夫人自己做的 那个鞋袜 周代人拿着那点粮食呢 祭祖的时候呢 应该是他亲自下地劳动产生的那点成果 这样的话才算恭敬 所以在诗经里边我们看不到 神那四个福吧 像那个耶和华呀 这个耶和华那个 说实在的 都烦死了吧 耶和华 周代诗不让嚷 你恭敬不恭敬 你穿那个衣服是不是你老婆做的 你那个衣服是 你那个粮食是不是你自己生产的 神看得见 所以说 这是个东方习惯 包括印第安人也是 你注意仪式 走路 每一个典礼的步伐 每一个典礼的该说话的地方说 所以信道 讽宋 粤语等等 怎么去说话 周里边讲这些东西 要讲究规矩 你说错了一个话 你在印第安部落 你典礼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 可以处死你 这就是东方形态的那种神 这种神学 所以它是个行为主义 它强调行为 强调你的这个具体的 你做到了没有 由此衍生出来 你看儒家不相信语言 道家也不相信语言 讲的是这个东西 功行践行 它是从礼乐文明发展下来 你请坐 你这个问题也很好 这就是经虚观点 这个在毛诗 在古文经 所以你说这个话 我就想 我最近老想起一个观点 我们应该建立我们时代新的经学 在汉代特别强调 文王之德 说这首诗啊 写的是周文王两口 是给天下的榜样 这是汉代文讲 所以他有文王之话 由内而外 最后连江汉 什么南有乔木不可修西 什么汉有有你不可修斯 那个诗都说是文王之德 画到南方以后 南方女子各个真解 这就是经学的体系 朱熹注意 朱熹在朱熹也好 还是欧阳修也好 还是到了清代的这个啊 尽管我们有汉学宋学的分别 但是这几首诗的解释 大体差不多 从而可以说 表现的那是一个古典形态 与经学 这点他们不愿意反对 为什么 文王之德 后非之德 什么叫后非之德 古代一夫多妻 我们中国老话有一个 有一句话叫文王白子 你们现在很年轻啊 像段老师 她们这个年龄的这个女士 都特别喜欢买白子图 我爱人那会儿就买白子图 实际上只是我们生一个 她买白子图 盖在电视上盖在哪 谁白子的诸位 中国 文王白子 大肆动徽音 则百思难 这个后非之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后非不嫉妒 你不嫉妒 你生 所以人家文王十子 周武王 国义考 周公 康公 南继仔 还有什么其他一些 少公不在其列 你自己能生十个儿子 不简单 你还得容许小老婆生 小老婆还生不了十个 生八个 人多 加不住人多 生白子 那个时候 那个计划生育的概念 共和今天不一样 那也不是多多为善 认为人口少 所以后非之德 这一点到朱熹 他们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觉得有什么不妥 延续 你要看清代 还这么延续的说 自内而外 实际上这是古文家确立的体系 在汉代的经文家不那么讲 早期西汉的经文家讲 关注这首诗是赐康王 赐康王 说为什么赐康王呢 说康王那天早 那天晚上跟他老婆在一块睡觉 可能事多了一点 第二天起晚了 老婆出来晚了 然后诗人们 诗人们就说 就说你说你说你有错 我不好说你 就像诸位来 我在这上课 你来晚了 我不好说你 我就拿着学生守则拿出来 学生守则第几条约 不许迟到 不许早退 你看到了吗 这叫绝见 言之者无罪 我说的是学生守则 文之者足见 他拿这首诗赐康王 那么我们就请问 那个学生守则就是这首诗 实际上金文家也暗示了 关居这首诗 确立了一个正确的 出妻关系的榜牙 他就很常有可能也是指向文王 但是呢 那个文王的原则在金文家 他是指向权贵 到了东汉指向万民 给万民是榜牙 所以古文家失误了起来 西汉金文家的很多经典 叫王氏 不就说过吗 他说我还用写剑书啊 三百篇偏偏是剑书 所以他把诗经的这种大经大法 诗之于在位者 东汉没了这个锐气以后 就诗于小 是榜牙由内而外 但都离不开一个文王之队 这个诗经这么解释 他有他很现实的一个需求 一夫多妻这个家庭 王室内在的和谐 大家看看司马迁 写了一个外契传的时候 就说到了 男的女的这种婚姻关系 好婚姻关系多么难 弄不好出个赵飞燕 连几次都断了 所以大家读读那段文字 司马迁那段文字 高度的这种 一种把命运 把灰金视为一种飘忽不动的命运 甚至在帝王 你得不得妃品 得不得子姓 得不得婚姻的幸福 你就是帝王 你都不一定 高度的命运感 在这些地方 我们都要把它连起来 孔子重视关注 他也是大概从 孔子也离过婚了 可能也是感觉 得不得婚姻的幸福 就是圣人也不一定 这是 大家还年轻 体会不到这个东西 这是 我们说建新经学 我们就应该重新阐释 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的材料 发挥宋学的那种 我先看经 实际上我们将来 不定人家说明是什么呢 你就是现在 你不建新的经学 将来你的阐释 人家可能照样说 你有严重的局限性 时代局限性 我们现在 关于这个经典 参与未来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学者实际上 是应该多从这种 在里面涉及到 有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自由民主 值不值得再坚持 现在实际上 这个思想 其实很混乱在这里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他可能陪伴我们一生 就是英亡 你看现在美国 你看这个选举 那叫自由民主 可是人家不追求那个 我们追求什么 我们追求权位吗 追求财富吗 迷惘 这个需要大家 去闯路吧 去闯一条路子吧 这是个结果 实际上这个文明 就说起来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宿命 农耕文明 累积财富慢 跟商业文明不同 另外你看看 希腊的民主出现是偶然的 它是偶然的 你看东方 所有的第一 我们可以把文明 分成几个形态来看 你看看 人类古老的文明 埃及文明 巴伟伦文明 这些地区 通通都有东方专制色彩 而且通通都是 你看埃及人 创造自己文明的时候 是先从文字的发明 象形开始 然后再把它文字化 从石器到什么 到陶器到铁器 一步一步这么发展 费了好多年的功夫 中国人也是一样 我们摸索我们的文明 进入到农耕时代 我们花了七八千年 的时间 毕中海世界的那批人 我们要知道 希腊人是拿起铁器 开始创造他们的文明 希腊人经过了大移民以后 他们从北边 不知道哪来这么一群生藩 什么也不知道的一群人 他的文字 A型 A型 什么线型 A型 B型 都是南边给他的 地中海 南岸给他的 他什么也没有 有一个英国史家 就是一个外国史家 写这个的时候 写的更绝 他说 当我知道了我们欧洲 是拿起铁器 开始创造我们城邦的时候 我惭愧 我们什么也没有发明过 青铜器制造 所有这些东西 当东方的古老制度 不行的时候 可是这些东西还行 它的科学还行 它的航海技术还行 它的几何学还行 希腊人偶然一个机会 就把它们摆到地中海 世界了以后 他们拿起这些铁器 拿起现有的成绩 马上就进入到文明的创作 注意人民的力量 速度非常快 它不允许有个大铁 那个王权的力量 有个大铁罩子 你像在中国 你看看那个在考古时期 随着我们建立生活 那点财富 老早就被权贵拿走了 玉器 红杉玉 两主义 我们知道一个玉器的硬度 紧碎金刚石 一个人要造 可能一辈子劳动 才能造一件玉器 结果这些人全在巫师手上打 权力 那个时候 跟创造者之间就分开了 可是反过来 我觉得这是个速度问题 民众的速度 发展速度快 和权力速度发展是一个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较力 我们中国实际上 第一形态的文明 农耕文明 全力发展得快 所以照出来 所以这个情形 这是铁衣服 徐富冠有一个说法 他说一个绞肉鸡一旦形成以后 没有任何的肉馅 可以把绞肉鸡称破 但是 这个我想如果说到这儿以后 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全人类的观点去看 你看 第一形态的文明是专制的 第二形态民主的 第三形态欧洲文明 用了一千年走向了近代 美国文明三百年 注意现在一个新的情形 一个文明形态出现了 这些现在的高科技 在印度和中国 重新又开始 最古老的这个形式的文明 开始吸收他们 开始走向自己的 历史 这时间还短得很的 这刚几天 刚三十年 我们中国打开心胸看世界 我们有现在的成绩 我们再有三十年 再有六十年 再有八十年 我们要比慢 稳妥的 不要闹革命 我是我们那时候都参加 参加学潮很热衷的 后来我们反思这个事情 历史的事情 不是道德的事情 也不是理想的事情 不是应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慢慢协商 慢慢达成一致 我们三十年有这个成绩 我们再有一百年 我们成绩谁知道的 你们那时候还活着 可能我们就没了 一百年以后你们也不猜 这个情形就是 你要长期看不就是这个情形吗 文明我说分五个层次 五个层次清除了以后 你会发现 人类的确是 是一个滚动的 不断地滚动这么走 所以第一形态的文明 真正要没有 没有现代西方文明冲击 你想什么什么追求的一种东西 根本就非所思 但是我们终究 东方文明有了 有了一种更化的机会 所以改革开放是好的 现有的局面也要维持 历史一定在历史中完成 而不要在道德的那种 应该理想主义的那种闹事 那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 还要倒退 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说 是不是这个问题 在我来说 你知道当我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学术短处就知道 我不懂英文 我不懂得地中海世界考古发现 到底他们怎么跟二形态的文明 次生形态的文明 跟古老的文明 他们之间到底从考古学怎么去验证 你要不会这个 你没法说明那个问题 我们只是猜测 只是一个假设 这个地方 当年自毁不当初 当年应该好好学学外语 学学西方诗 所以说义不压身 谢谢给这个问题